哈喽大家好 我是罗盛 上期视频我们说过 比特币如果在短期迅速冲高的话 那么价格呢 就是52,500上下 那么上面不超过5,300 下面大概就是52,000左右 那么现在也确实是过快的上涨 那么过快的上涨 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行情确实可能继续推高 但是我们常讲 涨上去的是风险 跌下来的才是机会 那么稍后呢 我会通过这两天的走势 详细的和你分析一下 通过数据和逻辑 来探讨一下比特币 在未来可能会出现什么走势 那么山寨币呢 简单分析 简单点评 不做详细的探讨 因为这几天也没什么操作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1年9月7号的 中午3点02分 如果说你是首次观看本频道呢 那你可以点击一下视频下方的第一个链接 因为视频有时钥性 可能说在视频更新之后 还会有新的观点要补充 那么补充呢 就会发在电报频道里面 希望你可以订阅一下 订阅是免费的 点击就可以订阅 同时你可以学习一下我们这边的教学视频 这边的视频呢 都是非常高质量的 由我自己的系统的解析 我看待市场的方式 以及我朋友Steven所录制的价格行为视频 它的内容是非常专业的 非常成体系的 这也许是你能够在中文板块 能够找到的最全面 最成体系的价格行为视频了 很多看过的朋友都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希望你可以关注一下 好的 现在进入盘面 我们来先看第一个点 比特币在过去的一个多月 接近两个月的时间 从最底部7月21号 一路上涨到现在 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单边上涨 在过程中只有一次比较中等的回调 那么这个回调呢 就是在原先的相体预组的一个回调 后续呢 都是小级的回调 没有任何一次合理回调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给行情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 其实行情如果要良性上涨 其实我在前面的视频就讲过 那么在这个位置不要跌 也不要涨 那么做持续横盘 在这里可能再多横盘几天 横盘到9月10号前后 那么再去上涨 就是一个很好 有利于上涨的 而现在呢 它选择了快速上涨 那么其实对于长线来说很不利 那么今天呢 我先通过一个行情的数据和你讨论 然后后续呢 再讲技术分析 那么这个呢 是我在和朋友讲 近期的行情上涨过快了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过快 那么在群里面有讨论 那所以呢我就把这些数据给它归纳到一个表格里面 那么在讲这个归纳分析的时候 我必须做一个强调 我曾经也讲过类似的分析方法 但是我都是有这样的强调 就是所有的归纳分析都只能是一个数学的逻辑 是历史大概率 是一个总体格局的分析 如果说想要细节的入场做多或者做空 一定要根据短线微观的形态 而不是说我根据历史的规律 做一个很简单的统计 就可以去操盘的 并不是 它只是说对于历史的一个情况的轮廓的统计 OK 那么我统计的是历史上 以日线为单位 单边上涨了日期 那么这个上涨是不包括小幅回调的 比如说在这里从第一根日线开始上涨 那么到这个位置出现大回调 那么把这个定义为单边上涨 中途有小回调是不在统计之内的 那比如说像这样的上涨 第一根日线开始 第一根日线阳线开始算 到顶部的一个时间做一个统计 那么时间太短了 我就没算进去 比特币在1000美金以下的 我也没去统计 但是即便没去统计 它的规律大概也是这样 比特币在过去的10年 没有摆脱高波动率的特性 并且我认为在未来的10年20年也不会改变 因为黄金目前的体量已经非常大了 黄金在目前也是暴涨暴跌的 黄金依然是一个高波动率品种 也就是说 比特币只要出现了暴涨 就会出现暴跌 只要出现暴跌 就会出现暴涨 这个规律是没有改变过的 那么这个也是说 我在519之后 底部持续让大家买进的一个原因之一 不是所有原因 我刚才强调 不是所有原因 我刚才在这里讲到过 不是所有原因 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更多的还是看技术形态 好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表格内容吧 讲了这么多 注意事项 看一下表格内容 那么在比特币过去单边上涨 48天其实是很少见的 就是当前这个日期48天 我们从底部开始算 那么这一个图形很巧啊 它刚好是底部上涨 刚好是低根阳线 以大阳线开始 然后到这个日期 我们看一下历史情况 RSI的累计超卖时间呢 就是说上涨 RSI已经超卖了 然后后续仍然进行上涨的时间 这个呢是41天 然后我们看一下总体 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一个大涨 我们看一下 比特币历史上最疯狂的牛市 我们看一个长一点的K线 比特币历史上最疯狂的牛市 从1万涨到4万 很短的时间内上涨了4倍 那么这样的一个涨幅呢 我们看一下从第一根阳线 我这个是非常保守的算法 如果说我们从这个阳线算的话 时间更短 因为这根阳线上涨之后 行情并没有怎么涨 那么之内的话 它是一个收敛三角 这里是一个收敛三角 对吧 它是一个突破阳线 从这里开始去计算的话 它是一个48天 然后进行了一个20%回调 是因为后面已经上涨了 所以说呢 我们看到这个回调幅度很小 那实际上呢 它在正在进行中 它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回调的 我们看一下 这个回调正在下跌的时候 它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回调的 是因为后面上涨了 我们复盘看 它是一个连续的上涨 那么我们可以了解到 比特币它是高不动力品种 那么现在我就提出一个问题 如果说比特币在后续会单边上涨到 比如说八万十万 那么中间就不会再给你上车的机会吗 就是说比特币永远是阳线 永远没有回落 它一直涨到八万 这个可能性大嘛 对吧 所以说不要担心行情上涨 如果行情上涨 是会给到后续再次上车的机会的 OK 那么这个是统计的情况 我就不在这里详细的展示了 你可以复盘看一下 我这些数据都是可以考证的 那么这个是312的下跌 因为当时的大背景还是熊市 所以说这个回调的比例 我就不在这里去展示了 那么历史上有没有更大幅的上涨呢 有这里有一个79天的 其他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上涨 二三十天就出现了回落 那么现在48天是一个很夸张的时间 OK 然后我们再看一些比较值得关注的点 我们看一下指标 日线是单边上涨 而且轮廓上呢是一个急速与通道 那么急速与通道的类型 在指标上看呢就是连续的背离 那么现在呢是RSI的第四次背离 在这里我必须强调一点 RSI的背离只参与顺势 什么叫只参与顺势 比如说目前是一个上涨趋势 那么我们就参与小级别的底背离 OK 上涨趋势我们只参与上涨背离 下跌趋势我们只参与看跌背离 那目前是上涨趋势中出现了第三次背离 那么也就说呢RSI的四次超卖 这一个信号不能作为我们看跌的理由 但是可以作为我们平仓卖出的理由 同时也不能作为继续买入的理由 我们不可能说顶着一个三次背离 那么我们还要去在这里去做多 对吧 这是一个很不划算的交易 如果上涨后续还有上涨的机会 刚才讲过了 有一些博主呢在这里依然让大家大手笔买入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理智的行为 背离之后还能不能涨呢 在这里是出现了第二次的背离 背离之后是通过了长达10天的横盘 而且这个横盘呢是没有低于前面这根大阳线的开盘架的 简单跌破 但是又收回来了 所以说呢通过了一段时间横盘的消磨 那么继续上涨 那么现在继续的背离 那么它要么就是快速的拉涨 拉到非常高 来把这个背离给消磨掉 这是一种情况 记住 快速上涨 把背离消磨掉 那么如果说它选择快速上涨 把背离消磨掉 那么它大概率 它会有一个非常漫长的横盘 然后才能上涨 因为它再次上涨 原本就是很快速的上涨 现在又一笔上破 那么也是短期能量的完全耗尽 它一定是需要长时间的横盘调整 才能继续涨 这是一种情况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 就和前面类似 它走一个缓慢的强势的下降通道 也就是牛旗 走一个强势的横盘 并且这个时间是非常长的 可能是10天甚至20天 然后再上涨 对吧 这是一种情况 那么还有两种情况呢 就是说它下跌重新筑底 然后再上涨 那么最坏的情况呢 就是下跌筑底失败 走了一个熊旗 短线三推 然后下跌走熊市 这四种情况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个点位直接上涨 只是其中一种情况 那么我们现在要不要用手中的大资金 重的仓位来去驳这个小概率事件的发生呢 所以说呢 我到现在为止 我认为我们减仓的点位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确实有所上涨 但是上涨的幅度并没有相差 我们减仓点位差多少 OK 这就是我对比特币的分析 那后续的情况 后续再看 至少在当下的情况 我不会买入 我不敢打包票 它一定会跌 但是我现在不会买入 我刚才有充分的逻辑来讲解 OK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比特币的市占比 那比特币的市占比 目前处于一个非常不好看的情况 为什么不好看呢 我们之前分析过 它这里是一个 看跌的熊三角旗 那么在熊三角旗下破以后 熊三角旗下破有两个目标 第一目标呢 就是这个熊三角旗的起点 第二目标呢 就是它往下跌 跌下去 但是目前是一笔急速的下跌 刚好达到了这一个起点 并且目前在很短的短线上 也是做了一个潜在的双重底 所以说呢 比特币的市占比目前来说 还是有可能上涨的 有人在下方留言质疑我说 短线的反弹不能改变 大周期下降的趋势 那么这个观点我也是认同的 但是行情确实有多种可能性 我们都要考虑在内 如果说你对我的观点有所质疑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我在1月4号的视频 当时比特币的市占比在这个肩肩上的时候 73%的时候我就说了 未来会下跌到35% 25% 对吧 我在很早之前就讲过这个观点了 然后呢我们再回过头看 比特币的市占比如果说出现反弹的话 那比特币只有一种概率是上涨 而更多的概率是回落或者是下跌 目前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十字星下破 所以说呢短线很难再涨上去了 然后我们随便打开一些山寨币 那么山寨币老大哥呢就是以太坊 那以太坊目前来讲呢很像是一个过把运动 我之前就讲在这个位置再让买入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那么现在呢也确实是出现了我前面讲的过把动作 过把动作出现很大概率呢是下跌 下跌怎么做后续止跌之后再考虑 看一下LTC LTC做了一个补涨之后呢 上涨急速于通道 那这个是讲过很多次的形态了 回落很正常 其他币也就是说整个大盘都是很弱势的 再看一下加密货币总市值 加密货币总市值是经过了一笔急速的上涨 进入了一个通道 现在在通道的顶部做了一个验证 那么我们之前讲过 雄旗大概率会下破 那后续从技术分析角度来说呢 大概率会下跌 下跌的位置呢就是雄旗的起点 那也就是说呢在后续这个位置能不能稳住 是我们后续再次进场的理由 OK那今天对大盘的分析大概呢就这样 我们来复盘看一下我们之前的观点 有没有成立 我在上期视频呢讲到 ADA呢是一个潜在反软形态 目前呢已经走了一个三推 我上期讲过 目前已经走了一个三推 然后十字星下破 那目前呢也是走出了一个日线的大阴线 下跌了10% 但是目前呢有所小幅反弹 那么后续再观察 至少在这个位置上做多肯定是不正确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之前讲过的SOL SOL呢是非常强势 也是通道上破再上破 那目前呢基本上也是接近尾声了 这种强势币不要去做空 如果做空呢我之前也讲过了 有技巧 如果错了马上平仓不要去扛单 因为上涨的百分比 随便就是50% 80% 而下跌呢只有二三十的空间 所以一旦错马上平仓 你需要用三次到四次的失败来去换 最后一次止盈 那么一次止盈呢能够迅速的补回前面亏损 千万不要去扛过去 有些人呢可能在下面开空 然后去扛过去 那这个是非常不划算的 你扛百分之八九十 甚至扛百分之两百的空间 去换百分之二十的收益 何必呢 盈亏比非常不占优势 如果你是一个新手 不要去做逆势单 这些观点是讲给有技术经验的 有多年操盘经验的朋友听的 那么我自己呢 百分之九十五的交易也是顺势 我不会去做这样的交易 那么这种交易的特点呢 就是他能够短期迅速的赚多钱 那么这个通道线 确实有可能再次上破 达到更高的位置 注意一下 索罗斯这样的大师 他做逆势交易 反省交易也不可能一笔获胜 OK 这是SOL 那么我们看一下FTM 这也是最近问的比较多的币种 这个FTM 这个币呢也是涨起来之后 很多人问我 我才听说 我在之前呢是没听说过这个币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币的状态 这个币呢也是经过了高潮拉升 我们看待这种币种 首先在肉眼上去看一下它的状态 就是我们在肉眼上识别 它是不是一个高潮拉升 那么在日线上呢 已经是连续的五根阳线 而且每根阳线的百分比呢都不低 那么这个情况肯定是算一个高潮拉升 已经进入高潮拉升 然后又上破通道线 我之前讲过 高点连成一线是通道线 那如果说已经进入了高潮拉升 又上破通道线 那么所有的有经验的策判手 就是如果说你读过这个阿尔布鲁克斯的书 或者是说你是一个丰富经验的策判手 再看到已经出现高潮 随后又上破通道线的情况 那么肯定是每逢一根大阳线出现就减仓 如果说在这个情况下再去追入 我觉得是风险大于收益 确实有可能出现高潮拉涨 几根可以拉到三块五块 但是你的风险是什么 你的风险是比收益大得多的 盈亏比不划算 那么这种通道线的讲解呢 我最近经常提 因为最近的行情呢 也经常涉及这个致点 那么今天的总体情况也就这样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